热门被害人李又安发泊,韩安然被气到冻了胎气,真的是泡沫姐妹情。 李又安和韩安然相识于变形界,同样年龄的他们有任性叛逆,有类似的观点和人生,两人在起初的相识中心心相惜,本以为是患难姐妹的他们,结果在回归到正常生活后开始了撕战,这让很多看好他们的网友实料不及,两个女孩究竟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护掘坟墓? 在两人彻底决裂后也没再有过他们的互动动态,结果在近期又开始了撕战,这次对抗让韩安然直接动了胎气,差点去医院。原因是李又安在深夜发了常国微博的内容是对韩安然的指控。 李又安说韩安然起初利用势力将自己洗白后,又故水军多次黑他,让他在校期间都难以安心读书。 无论是整容还是化妆事件,明明是都是韩安然欺骗他在先,结果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,受害人变成了害人者。 他对于韩安然的强势无能为力只能忍痛吞声。 在近期李又安表示他实在受不了韩安然的非议,本以为双方可以互相安好,结果因为韩安然自己粉丝说起李又安的种种不好,他决定不再忍受,所以公开叫板韩安然。 韩安然也不是好惹的女孩,两个人在一来二去的户队中爆出了对方不少的黑料,韩安然更是气得差点去医院,毕竟肚子里还有个孩子。 韩安然,韩安然粉丝看到次纷纷安慰他,网友们则感慨当初两人的姐妹情深泡沫姐妹情,说好的闺蜜呢?